Saudi cup 如果有一道泰国菜是厉害到不用特别翻译 都能世界闻名的 那必须是part time炒和粉 而part在泰语里正是有炒的意思 今天我们就用地道的烹饪手法 加上配料调味瓶炒个泰兰德吃吃吧 制作part time的关键食材是泰式果条 粗细选择自己喜欢的 需要提前泡水 其他的食材都可以随意搭配 不喜欢虾可以换成牛肉或是鸡肉 配菜部分 冰箱里有什么蔬菜 建议就可以放什么蔬菜 做法自由随性 也是知道泰餐的内核 想要炒出的河粉地道美味 我们只需要提前先准备一份 无敌好吃的炒粉酱汁 酸甜咸香带着浓郁的街头风味 热油五六分的样子 我们先放入椰糖充分融化 把它炒出焦糖色之后 立即倒入刚才的碗汁 这一步大家要小心油温过高 汤汁入锅会比较容易喷溅 混合均匀的酱汁 需要烧到浓稠挂汁的程度 把它盛出备用 直接继续中小火热油 我们把刚才剥好的虾仁过油煎熟 两到三分钟之后 到双面红亮的程度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里剩下的虾油 接着放入豆腐块 一分钟后慢慢的轻轻翻动 煎到四面金黄的程度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放入其他的小料 继续翻炒出香味 然后马上倒入蛋液 快速拔散 接着我们需要稍微提高一点火力 把泡好的河粉和河粉酱 接着倒进去 给它快速的翻拌均匀 想要炒出街头的锅器 蒙火足油 不断颠勺 缺一不可 这一步需要炒到河粉全部软掉 松散开之后 最后加入一些配菜 冰箱里有什么就放什么 可以随意的搭配组合 我觉得它就是放什么都香 都会很好吃 出锅之后放上刚才炸好的虾仁 撒上一些花生碎 喜欢吃辣的来一把辣椒粉 刚才剩下的食材 也可以一起装盘上桌 这样一份用料十足 做法地道的part time就完成了 搭配上酸酸辣辣的调味品 咸甜咸香 带着热辣 超级适合夏天哦 我一般还会再自制一杯 气泡太红茶 梦回泰国街头 就是这个味道了 我是爱做泰国菜的斑可可 关注我在家实现泰山自由 我们下次见啦 贝贝 我们来变变更来 能盡开 的